欢迎大家回来到 《吴雨伦比》的发布会 这个环节呢 我们请到了各家的媒体 前面坐的都是真的记者 出了很多掉奶的问题 所以今天呢 我们大家深聊一下吧 大家好 开始 开始吧 你先 你先 你先嘛 好 那位帅哥 你先举的 你先 各位老师好 我是记者7号 这个问题是想同时问到 我们的影响和立坤的 因为呢我们透过电影了解到 就是两位主演 为了同时争夺花木兰这个角色 对对方使了一些心机和手段 现在请两位分别 从自身角度来考虑一下 是如何看待电影当中的 这个小情节的 很邪恶 这个角色其实有一点蛮好 就是他可以为了自己的理想 去不断地去奋斗 他之所以做一些 小坏的一些东西 其实是小的时候是有阴影的 就是他妈妈过世了嘛 在走之前就是对这个女儿 会有失望 所以他这个梦想既是他自己的 也是为他妈妈完成的 所以他会竭尽全力地 去做到最好 所以这个孩子 本身还是很善良的一个人 其实电影当中的很多情节 和娱乐圈是非常非常相似的 因为在娱乐圈当中 也会发生一些勾心斗角的事情 不知道两位这么长时间以来 有没有遇到过勾心斗角的事情 从而导致自己被坑的经历呢 演艺圈的还好 有一些勾心斗角的这个情段 还是比较少接触到 就是有什么工作 希望可以完成到 就是百分之百 对于我来说就是 责之我姓 失之我命的这种 当你自己变得简单了 一切事情都会变得简单的 这个东西给到我 我会尽全力把它做好 尽职尽责 如果不是我的 我觉得我也会坦然接受 我觉得都可以 顺其自然一切 好的 谢谢 以上就是我的全部问题 谢谢 其实 好难 还有 其实选 我选他好了 感觉比较善烈 温柔一点 谢谢 谢谢林肯姐 我是来自爱奇艺奇修直播的 记者王岳 那在这儿呢 也是想问一下 立坤姐 之前在很多作品当中 也是跟很多男神搭档 比如说这次跟影响哥搭档 包括之前还跟吴亦凡 杨阳 君爱文 很多很多男神们搭档 可以称为是男神杀手了 那么接下来就请我们的女神 来依次点评一下 刚刚说到的几位男神 好不好 首先我绝对不是杀手 要杀手他们都不在了 我只是说特别幸运 跟我合作的男演员 都非常优秀 而且都蛮高的 我觉得每个演员 他都不一样 有自己擅长的一些东西 跟不同的演员合作 都会有不同的一些火花吧 那其实生活当中 你更喜欢哪一种 风格的男神呢 和是他做的的优优信 的不是对我吗 我跟不同的一种